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公开批评拜登总统执政以来 见数不多 他是和拜登政府发生争执的商界领袖之一 马斯克批评拜登明显忽视了特斯拉 被工会绑架太多 认为特朗普政府反而很有效地完成了一些工作 马斯克曾经投票支持过奥巴马等民主党的领袖 但是现在打算支持共和党了 白宫发言人反击 说马斯克是一位反劳工的亿万富翁 时不时的就找机会批评拜登 而拜登却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支持工会和工人的总统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报道 马斯克净资产有2180多亿美元 至于马斯克是否打算创建竞选基金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击败拜登 他说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美国媒体透露说 虽然马斯克还没有表明要充当共和党的金主 但是他可以以匿名的方式资助非盈利组织 支持他们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 以及2024年总统选举中 打败民主党和拜登 马斯克曾经声称他不想涉足政治 但是他的竞选捐款公司游说的活动 以及对数以百万计粉丝发布的推特的内容显示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马斯克过去的政治捐款都平均分配给民主党和共和党 但是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 他最新一次的捐款是去年 捐给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有趣的是共和党幕僚 却不信任马斯克 说这个人不够靠谱 好 简单的点评一下 马斯克很有钱 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 但是在政治上呢 其实可能还是比较成熟 因为呢他自己也讲到 他是半个共和党人 半个民主党人 所以在两个党之间摇来摆去 那当然对政治的影响应该会有的 美国的选举需要钱 但如果说支持共和党 或者说在2024年支持这个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真的要选举的话 如果他支持特朗普的话 特朗普真的有可能再重新当选 特朗普就有可能复辟 但是现在民主党也比较担心 就是如果说真的 把这个马斯克变成共和党的这个金主的话 那有可能会对选情产生一些影响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闻是 欧洲多国近期发现的猴豆病毒 确诊病例有蔓延的趋势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相继报告首批病例 猴豆疫情的迅速传播 引发了很多国家的高度警惕 猴豆疫情正在多国蔓延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卫生部 20号在记者会上 报告了全国首例确诊 以及一个疑似病例 两人都是在近期从欧洲返回之后 出现了临床症状 澳大利亚卫生官员表示 民众无需恐慌 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管理和识别此类病毒 同时还向各级医疗机构 发出临床警报 以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此外 意大利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和瑞典公共卫生局 也都在19号分别报告了 首例猴豆确诊病例 猴豆是一种罕见的传染病 与天花相似 但更温和 症状多为发烧 头疼 身体多处出现斑诊 目前爆发的疫情中 葡萄牙感染者数量最多 有14个确诊病例 另有20个疑似病例 蒲卫生部门称 猴豆传播主要通过亲密接触 目前的确诊者都是年龄 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 近期都有过同性性行为 我们认为了 我们现在的原因 在此时通过 这个采放在这种体制的方式 只有一个人接触 接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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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西班牙19日发现首批7例确诊感染者和22例疑似病例 都在首都马德里中心区 英国法国也报告确诊或疑似病例 英国当局表示将向可能的病毒接触者提供天花疫苗 每周也未能幸免 首例感染者17号在美国被发现 自称曾去过加拿大魁北克省 猴豆病毒自1970年首次在人类中发现以来 主要有西非和刚果两条传播链 欧洲近期的疫情多来自西非 专家称目前暂无猴豆疫苗 但天花疫苗对猴豆疫苗有一定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大多数感染者几周内就会恢复 但仍有最高10%的感染者会面临死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自从发生了新冠疫情之后 现在看到那些比较传染性的病毒之后 大家都比较恐慌 那么对猴豆其实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病毒 主要是在非洲 从动物传到人的身上 那么人传人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资料说 如果说患者你跟他有密切的接触 或者说触摸了他的身体 触摸了他使用过的毛巾 触摸了他的床单 或者其他用品都有可能被传染 打喷嚏咳嗽也都有可能传染 所以他的传染性还是有的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跟新冠病毒相比的话 他传染性好像不是那么强 但是这个病毒本身 如果说感染上的话 就是对儿童是可能比较危险的 目前也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药 那么现在等于说可能用 比如说用水痘 那个患者使用的药来进行对付 有可能会有点疗效 但是现在谁知道呢 因为现在好像 因为我听说这个所谓的猴头是几个星期之前了 但是现在好像当时不知道 它是到底什么东西 而且呢 也没想到现在传播的还是比较多的 从英国 像欧洲大陆的几个国家 然后今天从英国 回到澳大利亚的一个游客 也被发现有这样的病毒 那就说明这是不是可能就是人传人的问题了 那不见得都是从非洲带回来的嘛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还是要比较高度的警惕 那么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就叫大家不要惊慌 每次都一样 新冠病毒出来之后 也是希望大家不要惊慌 但是呢 怎么会让大家不感到惊慌呢 如果这个事情传染还是比较严重的话 而且还是有致命的危险 10%的死亡率应该是很大的了 好 接下来呢就是俄乌战事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一谷20号表示 鉴于俄西部边境面临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加 以及芬兰和瑞典正在申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西部军区将在今年年底之前 组建12支部队 俄乌战事持续 俄方表示南部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 持续由乌军投降 现在有超过1900人投降了 亚素部队的指挥官发放了视频表示 基辅已经下令亚素钢铁厂中的剩余乌克兰军队 停止战斗 平民和伤兵已经从钢铁厂撤离 死亡士兵的遗体也被移走 少一谷指出 完全控制罗干斯克地区的行动 已经接近尾声了 俄军持续攻击乌克兰全境多个城市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视频 展示俄军的武器战斗准备工作 包括为冰雹火箭炮上弹以及发射情况 同时俄军米28攻击直升机 对乌军目标进行攻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连日都有助手亚素钢铁厂的乌兵投降 俄军安排多架大巴 运送大批乌军离开马里乌波尔 累计已有超过1900人投降 但不清楚场内有多少人留守 亚素部队的副指挥官19号 发放18秒视频表示 他与其他指挥官仍然深处钢铁厂 并说他们正在部署行动 但不方便透露具体细节 英国国防部20号发表情报 评估称 当俄军控制了马里乌波尔 将重整当地的兵力部署 并在顿巴斯地区加强行动 支援俄军在东部战线的攻势 乌克兰东部地区 卢干斯克的北顿涅茨克 持续受到俄军炮击 至少12人死亡 乌克兰军方表示 当地的俄军曾发动突击行动 企图重新夺回占领区 但没有成功 地涅波罗南部地区 也持续受到炮击 有避过炮火的居民表示 袭击在凌晨2点发生 不知道是迫击炮 火箭或导弹击中他的房子 只知道不停发生爆炸 当地有大约20间房屋受到破坏 两人轻伤 另外在农田里发现 一枚未引爆的炸弹 由专家道场引爆 民居附近留有弹壳及炸弹碎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前总统梅德韦杰夫 近日发文表示 俄罗斯不会牺牲本国的市场的利益 出口粮食 当前的粮食危机 西方应该责怪的是自己的愚蠢 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电报上 发表长文 就西方关于粮食安全的言论 做出回应 他表示 由于没有鹅小麦 和其他粮食出口 进口国将面临十分艰难的时期 而没有俄罗斯的化肥 这些国家的田里 只能长出水分充足的杂草 梅德韦杰夫认为 西方已经开始在开倒车 所有的制裁在重要大宗商品面前 都显得一文不值 他还指出 西方的对俄制裁 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 而北约扩张 西方干预债务和支付 加剧了当前危机 俄罗斯已做好准备进到几方义务 但对俄贸易国家也应当向俄方提供帮助 一方面要求俄罗斯出口粮食 一方面又继续实施对俄制裁 这毫无逻辑 俄总统顾问奥列石金19号预测 由于美国不负责任的金融政策 导致小麦价格大幅上涨 全球将在秋末或年中前出现大饥荒 美国方面正试图接管乌克兰的粮食储备 这还会加剧乌克兰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 俄乌两国是全球小麦主要出口国 两国的出口量占到全球小麦出口的30% 自俄乌冲突以来受西方制裁等因素影响 小麦价格今年上涨幅度达60% 哈萨克斯坦 印度等粮食大国纷纷限制出口 也加剧了粮食危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这个世界粮食危机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 不是今年在发生 也不是去年在发生 已经好多年了 那么这个事情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当然就是乌克兰这个战事 也使得这粮食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但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 主要是一个供应链的问题断掉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制裁 对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制裁 那运输根本就受到了阻碍 所以即使是有小麦有粮食 也不见得都能够很快速地运出来 这个就是受到主要的影响的 还是从中东国家 北非国家 当然非洲国家更是一样 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不只是粮食了 其他的一些农产品 也是出现短缺 包括比如现在这个做菜的食物油 葵化籽油 还有包括像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那个粽绿油 都现出现了问题 他不愿意出口了 因为大家全世界都少 所以自己国家确保自己国家的供应 都不愿意出口 像印度也是减少小麦的出口 最近也是受到了一些批评 所以就是世界粮食危机 现在出现这种状况 它不是一个因素造成的 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俄罗斯也有责任 乌克兰也有责任 这个比较公平 但如果说都是他们的责任 就不公平了 所以最近就是除了梅杰夫 俄罗斯前总统梅杰夫 发表这个文章之外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 俄罗斯跟美国也发生了 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 布林肯国务卿也亲自加入 就是说指责俄罗斯 就是因为他把粮食作为武器 所以使得全世界的粮食都缺少 那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大使说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等于说俄罗斯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给饿死了 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是一个逻辑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因素造成 而是多种因素造成 问题就是说 现在把这个问题搞得 这个大家相互指责 相互甩锅 然后呢就对它进行 这个政治上的利用 这个问题就更加的可悲 为什么 因为大家缺粮食 既然缺粮食的话 那大家都要想办法 特别是发达国家 有粮食的 如果说能够调动一些粮食 支援那些缺粮的国家 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炒来炒去有什么用呢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粮食危机并没有解决 而且呢还有的就是 在其他的一些 这个空间 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 也对这个问题进行政治化 包括比如说 甚至连中国都指责 是中国驻 现在是联合国粮能组织的 这总干事是中国人嘛 美国说这个联合国总干事 没有谴责俄罗斯 所以呢就是粮食问题解决不了 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比较 这样越来越大的放大 就政治化 这样的事情 能不能解决粮食问题 根本解决不了 所以呢就是该做的事情 没有做 反正大家都在打口水战 这个呢其实我刚才讲到 是比较可悲的一件事情 好下面呢就看 凤华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再见 再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杜萍 美国总统拜登 20号下午抵达了首尔 展开对韩国的三天正式访问 他首站参观了三星电子的半导体工厂 被认为是宣告了韩美技术同盟的启动 美国总统拜登展开院内首次亚洲行 他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20号下午抵达韩国经济道 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 韩国外长朴振 驻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等官员到场迎接 拜登抵达韩国后首站 直接前往位于经济道平泽市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 与在工厂正门迎接的韩国总统尹熙悦首次会面 两人握手20多秒 拜登还轻拍尹熙悦手臂 展现友好关系 两人其后一同参观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工厂 已凸显两国半导体同盟关系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随行 三星早前宣布斥资170亿美元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打造芯片工厂 而增加美国计算机芯片供应 正是拜登在国内的优先事项之一 美国近来因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 在汽车等核心产业面临困境 牵手作为半导体强国的韩国 就成为必不可缺之举 拜登在工厂发表讲话指 未来将书写在印太地区 现在正是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 相互投资的时候 尹锡月就表示希望韩美关系能借此次视察之机 发展成为基于尖端技术和供应链合作的经济安全同盟 并呼吁拜登为韩美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 出台激励措施 拜登和尹锡月21号还将举行正式会晤 会后双方将举行联合记者会 这是拜登任内的首次亚洲行 也是美国总统首次打破惯例 先访韩后访日 同时也是韩国历届新政府上台后 速度最快的一次韩美领导人会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拜登开启了亚洲之行 日本高度警惕朝鲜在司机间进行导弹试射 日本航空自卫队此前在大阪 进行了爱国者三型拦截导弹的训练 驻扎在日本三重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 第四高射群的高射队 参加此次爱国者三型拦截导弹快速部署 六辆装载雷达等装备的大型军车 迅速开进大阪融工岛的一处空地 自卫队员迅速启动部署 调节雷达和发射座 确认技术动作 整个过程进行了大约20分钟 现场还配有解说 向围观民众讲解训练全过程 外界认为朝鲜或在拜登访日韩期间 进行导弹试射或核试验 进入今年以来 朝鲜已实施16次导弹发射 也令日方十分警惕 日本构建了多重导弹防御网 当海上周斯顿舰防御系统 未能成功拦截对方导弹 则由陆上地对空爱国者三导弹进行拦截 但爱国者三拦截导弹作战射程较短 只有几十公里 必要时需要迅速机动部署 防卫可能被对方攻击的地区 好 拜登总统这次到亚洲之前 美国方面就比较担心 就是担心说拜登到了韩国 一落地 然后朝鲜方面就马上用试射导弹来予以欢迎 韩国方面当然也是担心的 因为在韩国本土 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 如果对这个关心的话 韩国肯定也比较担心 即使没有美国总统来 韩国对朝鲜的任何一个军事动向 其实都是绷紧神经的 日本也是一样 朝鲜方面的任何一个动作 他都会感到有点紧张 可以说是扫墓皆兵 所以这次在拜登来之前 这个气氛就已经给他吵起来了 这个气氛谁吵起来了 没有别人吵 就是他们自己三个国家吵 美国 日本 韩国 朝鲜什么话都没说 朝鲜什么事都没做 那这三个国家那么强大 尤其是美国 竟然对朝鲜试射导弹还担心 当然他们也更担心 朝鲜会在这个时候 访问期间或者访问结束之后 就来一次地下核事报 都很担心 所以就是今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包括拜登本人都已经说了 说美国 韩国 日本 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就是如果朝鲜采取什么行动的话 他们立即要做出个反应 这个反应什么 当然是言辞上的反应 就是谴责而已 还能够做出什么反应 所以现在等于说是 对美国 美韩关系 美朝关系 韩朝关系 日朝韩系 这三边关系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趣 就是朝鲜有时候始终站了主动 什么原因 不是因为他的武器多么厉害 也不是国家 这个经济多么强大 其实都没办法跟自己国家相比 但是为什么这几个大国 这个比较强的国家 都有点担心朝鲜 这就是认知上的一个差别 也就是说朝鲜 其实对这三个国家是非常了解的 但是三个国家对朝鲜不了解 反正根据自己的这个思维模式 来判断朝鲜的这个行动 或者是意图 所以往往有时候呢 把自己给骗了 这次在拜登访问期间也是一样 就是说自己吓唬自己 自己把自己给骗了 朝鲜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做 但是你会感到害怕 这就是以小不大 以弱斗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吧 就是朝鲜和美国和韩国和日本之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 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于2022年7月1号就职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 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关于选举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 听取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过程的汇报 夏宝龙在汇报中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规定进行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李家超先生高票当选 体现了香港社会各界期望团结一致再出发的共同心愿 李克强表示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 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相信李家超先生就任行政长官之后 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 和香港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务实禁渠 开创香港发展新局面 续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国务院全体会议已决定 任命李家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任命李家超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 国务院第754号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